现在有许多单亲妇女需要兼顾家庭跟工作 生活容易陷入困境 所以宜兰县竹梦家庭关怀协会 就特别辅导这些单亲妇女 透过劳动部的补助 创立了丹宁时尚品牌 成功在故宫上架展售 也是国内非盈利组织的第一个 对此宜兰县长林姿妙 特别颁奖 感谢协会的帮忙 让这些单亲妈妈可以成功打出一片天 透过这场作品走秀 让大家见证图梦家庭关怀协会的努力 协助单亲妈妈创立丹宁品牌 并在故宫上架走向国际 图梦家庭关怀协会表示 许多单亲妇女必须身兼多种角色 背负沉重的压力 逐渐成为社会弱势 因此透过专业的补导 以单营布料为主 设计公司又长社会院 竟然从临独牌 相对改善成就了许多单亲妈妈的一生 所以本身也是单亲妈妈的县长林芝庙 特别出席感谢协会的付出 不管自己在心理上或精神上 都进步很多 而且在小孩子的心目中 也提升了很多 他会认为说 原来我妈妈也会 修修改改衣服 或是说 可以做出不一样的作品 增加我们很多亲子沟通的乐趣 或是我自己生活上的品质 我们从一个刚才开始 黑的裁缝师 来到现在 就好像自己快要提升为设计师 那种感觉 感觉开心吗 很棒 真的是很棒 也透过工部门 宜蘭县政府 还有活动机会服务站的协助 让我引进我们劳动部的张老师 还有我们在地的车棚老师 吴老师 来给我们单亲妈妈做训练 从最基础的一个 一针一线的红薄来做 也告诉我们所有的单亲妈妈 要如何去行销跟设计我们的产品 从这边的概念慢慢的 到现在经过三年的努力以后呢 我们的成品终于也推到这个国立故宫博物院 来做一个展示 看到了这些勇敢的这个单亲妈妈 谢谢你们有妈妈 吃货吃饭不重要 这个来到有妈妈的座材 这个来到就是幸福的 虽然呢我们是单亲 但是呢我们勇敢的面对 那希望呢什么都是给孩子吃饭 这是真的 所以勇敢的面对 所以呢我不是单亲家庭 我呢也是走过了这一段 喜欢竹梦单年品牌的公众 可以亲自到竹梦协会来采购 地址是 庄围乡 庄五路140号 宜蘭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